接下來要講的是醋 醋就是乙酸 醋調味 一般的醋還有3%到5%的醋酸 醋也分兩種 一種叫做釀造醋或者是合成醋 釀造醋就是釀造來的 就是發酵來的 釀造就是發酵來的 用骨類、果實先變成酒精 酒精在氧化 你看它的反應是有氧 在氧化藉由醋酸菌的吹化會產生 醋酸就是乙酸 然後還有醋 醬造醋 醬造醋 個人叫合成醋 就是冰醋酸加水 來來來來 再加點香料或什麼之類的做出來 叫做合成醋 你現在在超市買到的所有的醋 它都會給你標示 我是純穀物釀造 都說它是釀造醋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比較天然 而且呢這種釀造醋的東西 可能會還有一些微量元素 可能會對身體比較好 那這個就是拿冰醋酸加水來來 再加點色素香料 等於釀成不好 不過他們都沒有告訴你說 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是釀造醋 還是假的 都告訴你我是釀造醋 但是它是合成醋 古時候曾經忘記發生過一件事情 有個豬腦袋呢 聽到人家說 從香港醋的時候呢 去泡醋酸呢 可以去治療香港醋 這有一點道理 希望他能夠去腐蝕一下 或什麼之類的 結果他就買了回來 泡下去之後 整個都爛掉了 因為他買錯 他買到冰醋酸 所以太濃了 傷害力太強了 傷害力太強 OK 好 然後釀造醋跟合成醋 沒錯 這是錯 那個醬油 醬油也要有所謂的傳統醬油 就是釀造醬油 跟化學合成的醬油 傳統醬油就是要將黃豆啊 這類的什麼小麥啊 煮一煮啊 辣椰菌啊 鹽水啊 發酵啊 然後壓榨過濾成績 做出來 我在後來看到的廣告 什麼金蘭醬的廣告 都是放在一個大的 如鏽鋼槽裡面 放在一個鋼槽裡面 放在一個鋼槽怎麼看不到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 我小時候呢 曾經去參觀過那個醬油工廠 他就是地上一格一格的醬油工廠 隔一格在那邊做 走過去的時候呢 看他的長相 看起來很像畫叉子 聞起來很像畫叉子 聽不懂嗎 聽不懂嗎 看起來很像畫叉子 聞起來很像畫叉子 他就是發酵 所以他有很多渣渣 這樣說要過濾啊 神經啊 過濾啊 神經啊 想要做出來 好 這叫傳統的方式做 那還有一種快速的方法做 用黃豆將鹽酸分解 因為醬油的特殊的風味 來自其中的胺基酸 所以我就用鹽酸把它分解 然後得到有胺基酸 這樣做的 就是把黃豆拿來加鹽酸 啪啪啪啪啪 然後就不不不不不出來 就是所謂的那個 不太有益身心健康的那種 製造醬油的方法 造醬油的方法 做醬油的方式 做醬油 所以 醬油跟醋 都有用釀造的方式 還有用那種喇喇的方式 做出來的 那我們考試會喜歡問你 那個快速法用什麼東西讓它分解 鹽酸 然後呢我們要注意一下那個做醋跟做酒不一樣 做酒的時候需不需要癢 不用癢 做醋有沒有有癢 有癢 有癢 OK 這樣就知道就可以了 就是有關於醋跟醬油的部分